今儿呢,来来做一道河南的家常菜,腊烧鸭块 鸭子剁成块之后呢,放入温水当中,浸泡20分钟 锅鸡,给它滚刀切成块 浸泡好的鸭块呢,下锅来炒水 烫好之后,给它捞出呢,空干水分 热锅凉油 放入葱姜蒜,干椒,八角,花椒 炒香以后,再放入鸭块来煸炒 再放入一小勺豆瓣酱 把鸭块煸炒上色,咱们放入料酒 加入开水,放点生抽,少许的白糖 开锅以后呢,咱们来盖上锅盖呢 小火呢,来焖至40分钟 这家块呢,40分钟的时间到了 咱们把清水直接下锅 再来一起来烧至20分钟 这窝菊呢,烧至20分钟呢,也好了 再来扫放一点盐 咱们把这汤汁呢,烧到这个状态 这时候呢,咱们放入小米辣跟香葱 再放点香油 咱们把这汤汁呢,烧到这个状态 咱们把这汤汁呢,烧到这个状态